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 補選即將於12月18日舉行 填補4人因出任政府官員而出現的議席空缺 照點段打特備節目邀請全部六位候選人 分兩集出席補選論壇 1至3號候選人就人才、創科、中醫藥三大領域 共同探討香港發維大計 香港在科技、人才、創新等領域 可以怎樣貢獻國家呢? 香港研究、內地、大灣區做開發 全國做產業化 公司要再擴張去走國際化的時候 就可以回到香港作為融資 香港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 有很多不同的教授老師 其實都是在外國接受教育的 科技是不分各界的 這些教授們除了帶到科技回來之後 其實也帶到團隊 帶到國際的關係 科研、輕講 就是做多些科研的工作 科普、肉財 從小時候已經教小朋友 幫助國家真真正正 人才走出去 然後發展整個中國的科創產業 我們經常鼓勵年輕人 回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 但是香港同時又不夠人才 你認為我們是否應該繼續鼓勵年輕人北上呢? 我們鼓勵它北上發展 去年我爭取了年輕中醫 去到大灣區的醫院執業 因為住宿是最難的地方 讓它融入社會生活 我們爭取了提供完善的住宿計劃給他們 亦給一個學習培訓機會給他們 我們更加提供給他們一個碩士、博士 專科的培訓 提高他們的專才訓練 將來他們可以回到香港 亦都可以一個人才互動 但是我們香港需要不同人才 我們亦都需要製造這麼多機會 給國內的人才來香港發展 我們需要不同的勞動力 包括社福界 亦都包括教育界 亦都包括很多不同的界別 我們都需要不同的人下來 互相交流 才能夠突自兩地 我們互相發展 香港近年出現了所謂的移民潮 我們又是否需要提供一些誘因 搶回那些走去外國的人才回來呢 首先我不同意移民潮這三個字 因為任何發展的國家或城市 在每一個發展的階段 一定會有人才流失 亦都會有招攬新的人才的時期 西方一窩蜂地唱衰香港 去對國家的抹黑 我認為我們現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必定要將香港和國家的真實情況 要反駁所有對香港對國家的不實指控 需要用一個比較遠一點的方法 就是和外國國際的一些民間 和一些民間組織多些溝通 尤其是商界 我們將我們的機會展示給所有離開了香港的人 我相信他們必定會回來香港 拿捏我們的發展機會 我們在籌備今集論壇時 已經根據選管會指引 邀請所有參加今次補選的候選人 另外三位候選人 四號黃子謙 五號上海龍 和六號李廣宇 將會出席明晚的補選論壇 我們現在就有訪問 我們現在已經好 我們在一位地下 我們在九個月 우리 香港人 jersey在去 我們在八個月 開設人生 我們現在要選擇 我們在六位置